大家好 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每個小時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說什麼呢 交給你 龜叔 大家好 我是龜叔 澳門方面又放寬 很多人現在 在街上都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已經說到 準備過澳門玩 澳門就先彈出來 香港又好像緊隨其後 澳門方面的解封 跟香港借鏡又有比較 你看到香港現在 做東旺之後 究竟市面 要怎樣才可以復償得到 澳門賭業會不會 每個都馬上輕旺 掉兩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訂閱頻道 按鈴鐺 每天有很多影片 每個小時就會有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澳門現在 放寬了 如果有看新聞略略都了解 但是詳情都未必知道 因為現在澳門政府的率先宣佈 由昨天凌晨起 香港台灣外地入境澳門取消熊馬 落地核酸檢測 以及入境第日起計 三天接受核酸檢測 當然大家都九個問號 這個時候 究竟是否需要 入澳門前 或者入了澳門後 要做核酸檢測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大家都很關心 有沒有得到賭場 有沒有得到外面吃飯 這些跟香港比較一下 有人就覺得 如果過去掉兩手 贏就輸就輸就輸 這樣可能就做個即日來回 可以嗎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究竟澳門方面 入境限制是怎樣 第一件事 雖然說到澳門政府公布 香港入境取消落地核酸檢測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那個公告指出 維持登機登船登車去澳門的時候 必須持有合要求採養的72小時內 核酸陰性報告規定 亦都說到你入境前需要拿72小時的核酸檢測報告 亦都說到給大家聽 因為你要自己掏錢 如果你去做核酸檢測 最便宜的$82 有人就說 這樣我未見官才打三板 還未進場才輸 夠二水 要追回這個數目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第二件事 因為澳門方面都有健康碼 第二件事就是按照入境 澳門需要知道 雖然他們取消了紅碼 轉為黃碼 香港人進入澳門的措施 但是你入境第二天後 需要上傳快速陰性結果 告訴大家 是需要下載澳門健康碼 大家都非常關心另一件事 究竟入境澳門 是否可以即日來回呢 澳門方面 你見到要做那麼多事 可能人們心想 這麼近 我坐船來回幾兩小時 我不做那麼多事可以嗎 其實大家都看到入境澳門 不需要連續五天 上載快速陰性結果 大家可能想 糟了 我這樣要搞定 才可以拿到綠碼 如果我即日來回又怎樣計 原來澳門新聞公告也有提及到 有關入境後 可以任何時候 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 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 台灣地區 甚至乎外國 換句話說 你上午去 好彩 不要說不幸運 我們說好彩 贏很多 殺他片甲不留 然後我雞敢走葛和青 是可以的 但是 大家都知道 你不要想著 在澳門 玩完兩手 然後贏了些 想著轉頭過去珠海 行不行 原來澳門政府指出 你入境澳門 第二天起九日 九日計 都不能夠經過澳門特別行政區 前往中國內地 這個措施是維持不變的 哎呀 遲早也應該變的 大家都非常關注 究竟可不可以去吃飯 說到澳門新聞 所指的政府部門 醫療機構 社會服務機構等 非高等教育學校 都要出事健康碼 但是 你搭公共交通工具 公園街市等這些地方 是不需要出事的 我相信 大家都不會去澳門行公園 掛街市 都應該不問些了 但是 非常關注的 當然是賭場和餐廳 而說到原來其他場所是可以按照條件決定 能夠給不給入場人士 出事健康碼 意思是如果他要求你出事健康碼 你就要出事了 另外 他們這些場所會決定 紅碼、黃碼人士 給不給入 換句話說 如果賭場、餐廳 可以決定不掃碼 你就可以不需要 即是可以黃碼入 因為澳門政府沒有規定 賭場、餐廳 不能夠拒絕 即是拒絕 黃碼人士進入 這件事已經告訴大家了 但是不可以聚餐 講到說 不可以聚會 即是單條 單條獨到 喂 你只看這幾條條款 香港 是不是有人說 咦? 那就簡單得很多 是不是 即是香港 就說要居家隔離 零加三 一落地 就有個黃碼給大家 這件事 有人就覺得 咦? 澳門好像 簡單快捷得多 其實差不多 但其實 你看到澳門現在 突然急急放寬 也是告訴大家 除了緊隨內地政策 加大力度 希望可以多些人來玩 這件事 亦都可以了解 預計得到 是不是真的內地可以準備來 因為 現在他們都在做事前功夫準備 其實香港現在的環境 都令人憂慮的是 關於零售業 香港沒有賭業 除了跑馬之外 賭球賭馬之外 最主要是靠旅遊零售業 餐飲業也是其中一環 現在你除了靠香港 說自己本土自己的人消費 你不是過冬 哪有這麼多人出來玩呢 因為現在說到 香港人每個人都打算 飛去其他地方玩 你不是過時過節 可能做過冬 然後人們就 一聲飛出去 甚至乎有些人都 不做了 今天出去玩 這件事都表示了解 你怎麼可以留住客人 甚至乎吸引客人 看來有比較的傷害 就算你拍照澳門 一模一樣的措施也好 在香港你要多做大型活動 你不搞大型活動 恐怕你的吸引力就不能大增 你最近搞的工展會 那些 但是你澳門那邊 那麼久的人手行 沒有賭錢 這件事也非常了解到 澳門的潛在吸引力 就算你香港人都想過去 甩兩手 好了 如果說到你在澳門逗留一天或以上 由入境 第二天連續計五天都要上傳快速陰性結果 到澳門健康碼 到你第五天上載快速陰性結果後 你的澳門馬 即這個健康碼就會轉成六馬 如果不幸 不知哪天變成雙鬼 不好意思 就變成紅馬 需要採取感染者居家隔離的措施 無論你過去 無論如何都好 你無論如何都要下載健康碼 這件事也可以告訴大家 雖然澳門急急腳好像放寬 但是現在他們預計 疫情幾天來都會迎接高峰 不知有多少會手行過去玩 這件事大家要留意 因為預計有六分一人口將會確診 哇!有人說六分一人口? 不是吧 那麼很多人 那麼澳門那邊很少人 六分一 你算回香港也好 內地也好 現在他們的衛生局估計 目前有六分一人口已經確診新冠 衛生醫療人員也有四分一人中招 按照他們的道理會不會對醫療影響 他們就說現在是預計之中 預計幾天內就會達到高峰 按照這些道理可以吸引到很多人過去 如果有人就說 讓你選擇 你留在香港消費還是出去玩 這次澳門 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讓你快速 即日來回都會走到澳門 等同 如果你內地開關也好 一定湧上去即日來回 不要煩惱 不要煩惱 沒什麼所謂 不會過夜 擔心 這也表示了解 糟了 你們看到煙花好像不放 今年又不放煙花 政府解釋 就好像說因為 扮不切 統籌不切 你真是 那花車巡人有沒有 今年 你真的要做多些show shoot 才能做得到 去年大家都記得 垂直跨年兩岸 兩邊搞show 大家都好像都開心 但是今年 就算聖誕趕不前 農曆新年 你怎麼都要想辦法 搞一些活動 如果不是 你看到澳門現在 放寬的人 就覺得 澳門放寬一定過去的嗎 你自己未必過 你不去賭錢 你也可能想去吃東西也可以 人太久沒有走出去 一定必然會想去其他地方逛逛 遠的 你說要買機票 要乘的 坐飛機幾個小時 你沒有一個星期假期都搞不定 可能星期六日 即日聖誕節 澳門說一放寬 你那些人就馬上衝過去 我給八二元做個快測 然後拿到核酸出來 八二元做個核酸 結果就飛船過去澳門 走一轉 離開了這個地方 當去了走一轉 這件事都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加上人家真的有娛樂 現在香港你自己本身的街道上 店舖也不多 都還沒準備好 更加看到很多結業的店舖 令人憂慮 究竟澳門這樣 是否真的明搶你生意 沒有的 大家都要找飯吃 不知道大家怎樣 澳門入境 大家這幾件事要留意 如果想著過去玩 就要清楚了 不要先過去 或者想著出發 還沒做核酸 不好意思 這件事 希望大家了解 今集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